中国翻译 中国意识翻译 麦卡锡告诉全世界 中美冷战正式开始 麦卡锡说 美国过去几十年 相信中国赋予了会改变 会进入世界大土 麦卡锡说 中国有了钱不但不会改变 而且跟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向人类投毒 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损失 从此以后 中国人 中国在美国的眼里 的地位就这样 这是中国人共同主持的决定 因为中国人都认为他是中国人 他没有说他是美国人 现在到中国人 选择战队的时候了 全世界各国家都在选择战队 中国人必须选择战队 从此付出的代价 你们只有自主自受了 不说 马克西 都从美国出台一系列政策 赶快退出中国 调查中国的病毒来源 如果美国公开病毒来源是武汉 是中国 是中国制造 比如 千里子Virus 千里子Virus 一旦美国正式公布 全世界的炮口将对准中国 中国赔款 法办中国 排除中国 如果有这个机会 都是中国人的运气 我这个节目的意思就是 翻译美国意识形态 翻译美国意识 中美冷战正式开打 将把中国 排除在 世界之外 将把中国人 看成是什么 中国人自己回答 在这里多说两句就是 中国不是逃避美国 这一业说法 以及美国的制裁 以及围堵 中国必须向美国 向西方投降 这对中国人 对全世界都是好事 如果严着对话下去 想方设法 狡辩 再进一步的欺骗美国 西方 将来的后果是什么 中国人自己回答 OK Thank you so much 希望订阅我的频道 Goodbye OK OK